大家好,歡迎有FarmFarm頻道 今天繼續討論掌機 之前講過其中一個賣點掌機 如果你比較多人用的時候 第三方開發或者自己開發軸件 方便你用掌機很多 今天介紹其中一個叫 Handheld Control Panel 我用過一段時間都很簡潔很容易用 版面也不太差 今天想和大家分享這個叫 Handheld Control Panel 是Project SBC出版的 為什麼用Win 4來講呢? 其實它是支援很多種賬機 總之Windows系統10以上都應該可以用到 但之前大家看過我對比 GPD Win 4 和 Steam Deck 和 Rock Ally 的時候我講過自家制的 TDP的軟件 版面真的不太好看 Motion Assistant 現在有這個開發者自己做的 暫時是免費的 應該還是測試階段 應該會繼續有更新的 但我用過其實都頗方便頗好 樣子又不是很漂亮的 但簡單容易用的 現在就在畫面上的右手邊 這堆 有多少控制 我們不如現在回到電腦 製作一個大畫面給大家看 讓大家看清楚一點 好了 回來電腦 不如先和大家安裝了 可以一起進行 這個叫做 Project SBC 製作的 大家可以來這個 Github 網站 來下載 連結會放在下面的 description 下載之前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 我都經常看開 ETA Prime 外國 YouTuber 都頗詳細的 和經常介紹很多新的電腦 我都頗喜歡看它 他說是他的朋友做的 Anyway 大家都可以看這段影片 頗詳盡的 簡單來說 下載一下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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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經下載了 就不能再按一次 當你在下載中 先講講下面 它是甚麼來的 可以控制 TDP 可以調整 CPU 去到最強 可以到最強 用盡電腦的 course 可以控制 EPP 也可以 GPU 也可以調整 這裏說AMD 4000-6000 或者更新的 我就沒有7000 那些去試 但應該我見到也是OK的 對 或者你有7000以上的機器 可以試完 留言告訴我 會不會 Display Control 這些可以設定解像度 Frame Rate Scale 等等 亦都可以限制 FPS 有Wi-Fi Bluetooth 屏幕光暗 音量大小聲 甚至Mute 都可以控制到 如果你有些掌機 或者Laptop 是少了這些掣的功能 都真的挺方便 可以Customize 很多Controls 亦都可以自己設定自己的Profile 譬如我喜歡玩舊遊戲 我設定一個Profile 專門玩舊遊戲 可能用8個TDP都夠 例如 只要減少FPS 60 或者30 FPS 那時候便可以省電 又方便 按 alt 就可以玩 也可以 自己設置上食材 也可以有 Game Launcher 可以 Support Steam Epic Games BattleNet Origin GOG Rockstar Games 等等 已經有更新的 可能有更新的人 應該會更新的 還有其他設定 這裏還說Support什麼呢? NEO One Netflix, One X Player GPD Steam 這裏說Steam都可以 但有些控制器未必可行 No Fan Support Enbonic 都可以 No Fan Support Intel Laptops 4 Gen 以上 MD Laptops 大部分都可以 但控制不到Van 這裏還說 如果要Donate 支持它 就在這裏Donate 有些什麼呢? Fix Error on Intel Devices 要Intel 有些什麼Error 就可以在這裏看 我暫時的幾部機器都是AMD 所以應該沒有這些問題 好 是這裏 應該下載結束 我們現在先安裝 要先解釋 先解釋 它是Zip 自己自動Zip 接著 這裏是Handheld Control Panel 接著 裏面有一個Control Panel Dot Exe 開啟 對 它就說 我未有Dotnet Framework Version 7.0.0 沒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就先下載 YES 接著下載 可以再安裝 可以 OK 它應該會自動彈 如果沒有的話 就可以按下載 去下載 但我已經有了 我就不需要這樣 OK 下載完了 Open Files 先安裝 OK 應該完成了 再開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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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次應該安裝 OK 對了 右手邊就是 剛才介紹過 有些什麼 這裏可以看到 這裏就是有個bar 按著同色 現在Bluetooth 開啟 Wi-Fi 開啟 Mouse Mode 都可以按 大家如果不知道這裏是甚麼 就是 有時 用著掌機 你不是用來打機 想用 desktop模式 可以按開啟 Mouse Mode 這樣就變成 你可以 用搖桿去做Mouse 對了 這裏都可以調整 那麼 音量 Brightness 解像度 Frame Rate Display Scaling Lim limit FPS TDP 可以調整 很方便 EPP 0 如果你想用到CPU最盡 你可以調整0 對 大約30% ETAPRIME 好像是30% 是最平衡的 對 Active Cores 如果想省電 亦可以收到Cores 都會省電 對 CPU Maximum 到2100 可以多些 但大家要注意溫度 GPU 亦可以調整更多 OK 我暫時先關掉 Fan Control 對 就這麼多 旁邊這個 Profile 你可以自己 開一個New 例如 例如 剛才說過 如果我玩一些舊遊戲 我可以 New Profile 我可以當Retrobat 我們是專貨 對 Resolution 可以調整更多 1080P 1080P 都是60 TDP 可以設定 10 都足夠玩 很多時候 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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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60 可以選擇 EPP 可以選擇 不用選擇 就能選擇 例如我玩Retrobat 可以選擇 然後選擇 應當下 也該選擇 就已經是Active 已經有過了 一旦去試試試看 這個Play是甚麼呢 有些Shot Cut Key 在這裏 解釋 LBRB 一旦在DPAT 右邊 就能取消新版本 特意 屬於LBRB 然後再打出來 這些 shortcut 自己看 也可以轉去的 shortcut 也可以加 shortcut 右下角就是加 edit 很容易操作 很容易 user friendly 右邊的 mouse mode 可以如何 activate 這個我不做了 App Launcher 應該是可以加游戲的 再來設定 可以按 Light Mode Dark Mode Dark Mode好多 可以轉去顏色 還有中文 有簡體中文 有日文 韓文 其他 OK 我也是喜歡英文 OK Auto Start 這個我會選擇 因為一啟動機 就要自動開 要不然每次要自動開 Auto check for update 就自己決定 這些 可以調整 現在調整了 我的 Profile 就會變成這樣 Play Night Directory 也有 好嗎 這麼厲害 Synchronize Games 咦 升完 看看 升了就在這裡 對了 這裡可以直接開到我Steam裡面的遊戲 Epic Games 也可以 可以的 OK 對了 我穿了MSI的 Afterburner 給大家看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些資料 現在是7.0W 譬如剛才說過的 那個 Shortcut Key 按 Start 上下可以加減TDP 加2 現在是11 13 3 我先關小聲一點 你會看到它即時有轉變 我現在不如開遊戲試試看 我開Model 3 Spike out 這隻我記得不需要到很高TDP 可能10 或100都夠幻 現在是11點多 我試一下設定低一點 開始 太慢是不行的 我設定高一點 現在是順利 所以是即時可以調整 即時可以調整 非常方便 對了 我覺得這個 HandHand Control Panel 這個軟件 都算不錯 暫時仍然是1.0版本 相信它應該還有一些更新的 我暫時還未試到什麼Bugs 都算不錯 我需要用到的東西 我亦都可以用到 所以簡單的 去調整TDP 放一些遊戲 在Launcher 這些都不錯 完全沒有問題 大家如果有興趣 有GBDV4 就真的可以測試一下 如果有其他 Window 掌機 其實都可以用到 只不過 如果它本身 例如像RG-Ali 它本身的Armry Crates 都算不錯 就不是必須有這些 其他掌機 例如Arneo OneX Player Embunet 等等 其實都可以用的 Steam Deck 其實都可以用的 只不過Steam Deck 一定要先安裝Windows 第二 它有些功能 它說用不到 我暫時都沒有試過 大家都可以試一下 如果你試過有什麼問題 留言告訴我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 請大家不給我一個Like 還沒按訂閱的 按訂閱的 再按按鈴鈴 新片就會通知大家 如果想請試用杯咖啡的話 歡迎透過支付寶 或者PayPal 或者直接加入我的Patreon 會員頻道都可以 詳細資料 下面的Description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